无线意播剧《香港人在北京》播出至今 观众好评不断 在日前播出的一集《剧情》里 洪永成和傅嘉莉以食神里面的经典形象诗人 牵起网民以话 不少人都激赞 傅嘉莉的火鸡姐造型 和原版网民为的相似度非常高 就眼望落真是令人有初觉以为是原版 二年38岁的傅嘉莉 入行20年拍过不少剧集 平时行性感路线的她 今次在剧中的改变可谓相当之大 对于今次扮火鸡姐获得观众好评 傅嘉莉受访那时表现得非常兴奋开心 她坦然从来没想过有机会演一个这么经典的角色 虽然要放弃偶像包袱 扮丑戴假扫牙 但当化完妆的一刻 看到还原度这么高 连她自己都忍不住惊叹 不过原来带着贾牙说对白一点都不容易 傅嘉莉透露 傅嘉莉只是Halloween的道具 并非专门度身订造 所以size很大很难戴上去 后来用胶贴黏住才勉强固定位置 更多精彩 各位记得追剧香港人在北京啦 哪儿 大不胶贴 不要用胶贴 下一个小伙子 可以做什么 我们更想在冷装